其實媒體挑戰名人的例子很多 戴安娜王菲這個例子是最血腥的 大家也都知道了 而這一次根據報導 包括就是有媒體記者 就去拍打了女主角 史嘉莉喬漢森 她的坐車玻璃 讓她受到了驚嚇 還有她劇中的造型 剛剛易匪提到 提前就外洩了 這對她們的創意 對這個著作權來講 也是一種挑戰 是不是媒體的確也該自律一下 還有我們也看到這一次 其實名人的保鏢 常常成為引發事端的那個事端 是不是也可以要自知一點 互相來做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相對的 因為其實媒體很多時候 是因為在競爭獨家 或者是說在她的主管的 求表現的這樣的一個壓力之下 她勢必會讓這些狗仔 或是在第一線的從業人員 她會勇於衝撞 那當然相對的劇組的人員也是一樣 你要知道說這就像好像在作戰一樣 一個攻一個就要防 或是說就是要打回去 對 所以你會看到國外的很多保鏢 他們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強勢 第一個動作就是先把人擋開再說 對 不管你是要 你是善意的或者是惡意的 因為她在那個當下 她是沒有辦法判斷你的動作是什麼 所以她第一個動作一定是先擋 而且即使我們大家所熟知的 比如說像導演李安來台灣拍 那個少年拍的時候 其實也有類似的狀況 當時在那個台北市 就是動物園拍的時候 對 當初聽說也是有 就是有保鏢也是 就他們的工作人員也是覺得說 我們在那邊拍片 你們不要來干擾或者怎麼樣 可是李安這邊因為畢竟是台灣人 好像比較好說話 而且他們也了解台灣的媒體 希望的是什麼 所以他們就會去擋 就是說勸阻和保鏢 動作也許可以斯文一點 小一點 然後後來李安他也出來 簡短的受訪五分鐘 其實要的就是那五分鐘了 對 變成一個負面的說法 可能轉換一下 可以變成一個很正面的宣傳 而且雙方可能都可以各取所需 是 對